你 你真的就一点都不喜欢我吗 是 我对你那么好 你 你让我失望 你去我的那一天 我还以为幸福找上我 我觉得你也应该是喜欢我的 可万万没想到 那你去我干什么呢 你干脆让我跳下去算了 刘小姐 不要 别这样 别丢 你怎么还叫我刘小姐啊 叫采凡 我是你的未婚妻 好好好 采凡 采凡 你别生气 我 你别把耳环丢了 我保证从现在开始一定对你好 你别生气了 你说的是真的吗 真的 这还差不多 那 你现在抱着我 让我看看你有多少诚意 谢谢你 谢谢你 变到万变 我只要你真心的表白 不妥协 爱情终此为先 视而不见 红红烈烈为爱不停歇 太执着不知容颜 只怪你太过真心 爱情终此为先 不如一切 面对谎言不留情绵 想让爱重回到原点 剧情开始上演 再次乱线 你知道 你知道我花的有多辛苦吗 我做什么事情 我妈妈她都不行了 我现在不知道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我活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什么意思 没有人在乎我 连我自己的妈妈都不在乎 我活着干什么 你说什么 彩凡的婚姻是设计来的 没错 设计来的 你怎么能确定 听到的 他们为了这件事 还闹了些不愉快 而且 看上去好像是 女的主动追男的 那照你这么说 刘采凡的婚事 并没有敲定 嗯 阿姨 韩燕 大哥 你怎么这时候回来了 你该不会是连夜开车回来的吧 累不累 要不要先歇会儿 是啊 广告拍得怎么样 顺不顺利啊 顺利 不过 不过什么呀 出什么事了吗 阿姨 有件事我想跟您和韩燕好好商量一下 你说什么 你要跟刘采凡结婚 这 这可是太突然了 这是好事 好事 大哥 好事 大哥 我就是想问 你跟那个刘采凡认识才没多久啊 怎么 怎么一下子就要结婚了呢 就是啊 大哥 你这个人真的太不够意思了 枉费我俩朝夕相处这么久 你居然喜欢上别人了都不早说 到了结婚了才跟我们说 妈 你说他这个人是不是无情无义啊 我也不想啊 最近发生太多意外了 很多事情 我一时也讲不清楚啊 没事没事 讲不清楚就不用讲了 大哥啊 这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结婚呢 是人生的一件大事 彩凡 彩凡 彩凡他们家大业大的 规矩肯定少不了 你啊 要多用点心 好好张罗张罗 不过彩凡她说 婚礼的事情我不用担心 就由他们家张罗就行了 所以她今天特地放我一天假 让我今天晚上去陪她试婚纱 如果有空的话 你们能不能陪我去啊 好啊好啊 我也想看看彩凡穿婚纱的样子呢 我我 我就是想说 当年我结婚的时候 也没有穿过婚纱 我想去看一看 我们两个人去的话 会不会不太方便啊 不会 怎么会不方便呢 你们就像我的家人一样 到时候订婚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在场 给我壮壮胆啊 张叔呢 她在吗 你别管那个混账东西 你跟彩凡结婚的事 千万别让她知道了 要不然 还不知道她会闹出什么事来呢 韩晏 我要结婚了 你是不是不高兴啊 当然不高兴啊 像个闷葫芦似的 啥都不说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现在才告诉我们 还亏你说当我们是一家人 还叫我师父呢 我说啊 你眼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师父 傻丫头 大哥结婚那是好事啊 以后啊 他都有自己的家了 应该开心才对啊 是吧 哎呀妈 我只是跟他开玩笑而已 我现在巴不得他们俩马上结婚呢 大哥 你放心吧 你订婚的那一天 我跟我妈肯定会穿得漂漂亮亮的 一定不会丢脸 哎 哎 你们肯来我就很高兴了 怎么会觉得丢脸呢 啊 你们是我心里最重要的人啊 哎呀 这话是这么说 你跟人家结婚以后呢 就是人家的丈夫嘛 就算我们有什么问题 也不大方便打扰你了嘛 对不对 哎 哎 你真的很傻啊 你就像我的妹妹一样 妹妹打扰哥哥这是很正常的 以后不管有什么事 就算天塌下来 我都听你的 哦 原来我在你心里 只不过是一个妹妹 谢谢你啊 哥哥 嗯 大哥 你跟我来一下 大哥 这是阿姨这些天攒下来的 也没多少 你别嫌弃 就这几百块钱 你先拿去用吧 男人身上不能没钱 要不然会被人家看不起的 哦 还有 好 这个戒指啊 阿姨结婚时候的 不值什么钱 可是 我想把这个送给你 请你帮采帆带上 就算是做个纪念吧 采帆 不是个世俗的女孩 她一定会很珍惜你送给她的东西的 啊 来 阿姨 您的心意我了解 但这次婚事都是刘家人在张罗 我也出不上什么力啊 他们也知道我根本就没钱 我不需要大众脸充胖子的 这钱您留着用吧 哎呀 你这孩子怎么那么不懂事啊 哎呀 而且阿姨 这个戒指既然这么重要 你就应该留给韩燕 采帆她什么都不缺的 她想要什么戒指 还怕买不到吗 没事 韩燕结婚的时候 我会给她准备的 你就收下吧 你就把她当做 当做阿姨 对你们的祝福 一定要亲自把她带到采帆手上 知道吗 哎 可是阿姨 哎呀 你再不收 那 你就是瞧不起阿姨了 你别推辞了拿着 好吧好吧 那就照您例子办 哎 要不这样 今天晚上要去使婚纱的时候 您亲自把这个戒指 交给采帆你 哦 那也好 我苦命的孩子 大哥是个好人 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妈虽然不能陪在你身边 但至少这枚戒指 可以替妈陪着你 祝福你跟大哥 一辈子美满幸福 寒颜 你要记住 我大哥 这辈子都会陪在你身边 保护你照顾我 你要是有什么烦恼 就告诉我 我一定给你想办法 爱是一种温暖心灵的梦泽 如果有一天我的脑袋 停摆动不了了 把你给忘了 你掉到了这个地方 让我看看这颗心 然后你要不厌其烦地告诉我 当时你是怎么救了我 我又是怎么跟你说 我会一辈子照顾你保护你的 你要干什么 我要你知道 我存在你身边 你看 现在太阳会下山了 但是明天太阳依然会升起 至于你 就算你摔倒了 下一步中 你马上就会站起来 为什么 因为 我会让你站在哪里 好好地 当我像个孩子般哭了不违格 我们的爱如此的抵折 结局并不需要一遍遍的揣测 就让幸福开始照射 直到真还拥有绚丽的光泽 海洋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永远支持你的 是你让我看到这个世界的美好 我也一定让你看到这个世界的美丽 大哥 就算你忘了我一千次 我也要让你 再想起我一千次 我们的爱如此的曲折 结局并不需要一遍遍的揣测 就让幸福开始照射 直到真还拥有绚丽的光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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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我是不是听错了 采凡要嫁给大个儿 不是 你这消息咋哪儿来的 是不是搞错了 小声一点 耳末都快让你震破了 我 我们是刚刚听到的消息 就马上给你打电话 这是千真万缺 你都讲些什么 要讲重点 你看我的 这 喂 儿子 你知道采凡 为什么这么急着结婚吗 而且还让大个儿入赘 他们是想早生儿子 是给刘家续香火 这样可以征得金玉堂的继承权 所以啊 你不能输给采凡 知道吗 妈 这孩子你不是没生过 这孩子说生就能生下来的吗 况且我现在连女朋友都没有 谈孩子是不是太早了点 没有女朋友 找一个了 就凭你是妈的儿子 一表人才 找女朋友还不容易吗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两条腿的女人不有的是吗 我跟你说呀 好了 行 行 行了 什么重点哪 还不是废话一对 你才废话呢 儿子 我们刚刚还听到一个消息 你叔公他们这回 去了凯滨四季大酒店 碰到了一个叫赵羽天的人 听说这个人很有来头 熟知欧美市场 你叔公很看重他 爸 那个赵羽天现在在什么地方 你叔公要采凡接待他 去参观酒庄跟仓库 记得啊 马上就会到 要好好地拉拢他 知道吗 别啰嗦了 就这样了 喂 儿子 喂 儿子说什么呀 说很想念你 prompted 是吗 彩帆小姐 如果我不觉得 那么 properties 这是这是万少年 那么 properties 马上都 haber转了 我平时是落落塌塌 不修蝙蝠吗 那就 错好说错了 对不起 干什么 我想请你上我的车 怎么了 你有嘴不会说话吗 干吗动手动脚的 蔡白小姐 我只是想 能够快点拉近 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 以表达我对你的好感 请 这么好的车啊 租来的 我常天在国外 很少回来 车嘛 带不得工具 没掉了 也是 这么好的车 也不是人人都买得起的 这么好的车 也不是人人都买得起的 旧庄总统 你先往前开吧 要车完之前我会告诉你 你真的有办法 把我们金玉堂的酒 下到欧美去吗 你为什么这么笨 你要是没有这个能力 我就没必要浪费时间了 我们是创合公司 对每项投资的业务 要有专业的评估 这可不是一两天的事 而且 我还得持续追踪 你们的客户层 销售业绩 年产量 最后呢 做成报告 进而剖析欧美的销售市场 你不用说那么多 我只想知道 你到底有没有能力 把我们的酒 销到欧美去 那得等我把 市场数据分析的报告做完 这么听来 我怎么觉得 我在浪费时间呢 你会开车吗 刘小姐 我不明白 你要是真想替金玉堂出一份力 就应该对我有善一点 我告诉你 我所做的报告 可是关乎到你们金玉堂 能不能够在欧美打开市场 我实在是搞不懂 为什么你总是对我 没有好感 我就是对你没有好感 第一 昨天你就那么跑过来 打扰我拍广告 第二 就算你有能力 把我们金玉堂的酒 销售到欧美 你们公司也愿意投资 那也要看看我们金玉堂愿不愿意 我为昨天的事情 向你道歉 我希望你大人有大量 我这样做 你能满意了吧 该这么 那边是我们的仓库 这边是我们的生产车间 你们金玉堂 规模不小 我们金玉堂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 在中国也算是一家老字号了 采凡 你带赵先生到店里去转转 顺便看一下销售钱框 好 那我们去店里看看吧 好 那我们先过去了 好 最后见 好 一会儿能保持笑容 有位重要的客户要过来 大家得打起精神保持微笑 知道吗 嗯 嗯 知道了 刚好 来 来 都站好了 站好了 微笑 微笑 这又想搞什么 张先生 你好 我是金玉堂的销售经理刘翔 你好 欢迎赵先生前来丽临指导 谢谢 谢谢 欢迎 好 谢谢 真的没想到 你们举行这么隆重的欢迎仪式 我受处若惊 这是应该的 身为金玉堂的重要营运者 对市场的脉动 业界的消息是非常敏感的 我知道赵先生 身为国际创投公司的重要干部 平时忙于工难得轻松 所以呢 我特地为您准备了一个欢迎仪式 给赵先生一个惊喜 算是精神鼓励 您看 还满意吗 满意满意 我真的很荣幸 我真的很荣幸 也让我感到很愉快 那就好 这也是我的荣幸 也是我们金玉堂的荣幸 来 赵先生 里边请 好 请 欢迎光临 这全是酒啊 这些呢 是我们的系列成品 这是我们的代表作 这是我们金玉堂的 第一支红酒 名叫吐鲁番 哦 眼前这瓶金汤玉叶呢 是金玉堂销售历史最悠久的白酒之一 它是使用 禁中平原一带高粱为原料 完整依照粉酒的古法 酿造 蒸馏 好喝 好喝 我喝 这瓶子的水 人的水 会有点酱油 我喝了 你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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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了 你喝了 也是酒产品中不可多得的一件艺术品 经过我们这么多的介绍 相信你对我们金玉堂酒庄 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吧 经过你们这么详细的介绍 我对你们的金玉堂不只是了解 更是崇拜 接下来我想看看各类酒的销售情况 怎么样 这个 赵先生 我是这儿的销售经理 这方面的业务呢 就由我来替你介绍的 相信听完我的介绍以后 赵先生对我们金玉堂的酒和我本人 会有更全面的了解 魏导演 这么快就弄好了 不愧是高手啊 真的谢谢您 那我一会儿就过来吧 好好 再见 谢谢 我还有一点事情 我先走了 要不我送你吧 不用了 我们的销售经理 不是还有很多事情 要跟赵先生聊吗 我自己打车就可以了 好 赵先生 楼上请 若花 倒杯咖啡进来 是 经理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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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走 要我看见 赵总 请 请 谢谢 请慢用 刘经理啊 你们酒庄店员的制服 还是蛮有特色的嘛 这个都是我的点子 只要稍微画点制服的钱 就能让这些销售人员 成为吸引顾客上门的活广告 何乐而不为呢 听你这么说 还蛮有成效的吧 岂止成效啊 你不知道 这些店员现在是我们金玉堂的活招牌 这一走出去啊 到哪里都是吸引眼球的亮点 还省了广告费呢 你还蛮有商业头脑的 这没什么 赵先生 您看了我们这店里的酒的销售记录 觉得怎么样 还有问题吗 好不 你有问题尽管问 我一定知无不言地回答你 这儿有这么多数据 我还需要消化就好 不过我倒有个问题挺好奇的 什么问题 我一定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你们这个刘彩凡小姐 平时对客户都这么冷淡吗 你说她呀 她自以为是刘家的千金大小姐 目中无人 今天这种态度都已经算是客气了 真不知道我叔公 为什么会选她做宫官经理 这不简直是砸金玉堂的招牌吗 那你比较看低的 我说老哥 我一见到你呀 我就知道 我们两个人 你一定能够成为朋友 如果你想合作找我就对了 我才是刘家产业正宗的继承人 是你最好的合作对象 你跟刘彩凡不是很和睦吧 他这个人和谁都处不了 别说是你我 就连他妈都跟他不好 有这么回事 但是我听说 刘彩凡不是已经订婚了吗 他要像你说他这么难相处 那还有人娶他吗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这男的原来是他的助理 这两个人也没认识多久 也没看出两个人有什么恋爱迹象 你说这突然之间就要结婚 而且还是难封入坠 你觉得这奇不奇怪 是 有点奇怪 所以我认定 一定是刘彩凡逼着那个男的娶她的 这就有点意思了 你想现在这个社会 世风日下 像刘彩凡这样的女孩 她不看重家境 不看重地位 不看重金钱 可真是很少啊 佩服 佩服什么呀 她心里想什么东西 我是一清二楚 我告诉你 她这么做 就是为了跟我争夺金玉堂的财产 刘进城不就她这么一个女儿吗 金玉堂迟早都是她的 还争什么呀 你是外人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刘彩凡她根本就不是我们刘家人 她是刘家在外面领养的 原来是这样啊 赵先生 这种家务事 就不作为外人道了 还是不说了吧 不好意思啊 我也是随便问问 不说了 不说了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也是感觉 肯定比较投缘 算一算多说两句 对了 这事她千万不能外说了 不好听啊 我知道 来 喝咖啡 刘彩凡她根本就不是我们刘家人 刘彩凡她根本就不是我们刘家人 她是刘家在外面领养的 这么说来 我的计划方向还是没错 刘彩凡果然是我进入金玉堂的最佳途径 就所有人都成销了 要计刘 怎么样 廖小姐 你觉得怎么样 真的很好 我觉得做得特别的精致 导演 真的很谢谢你啊 是因为刘小姐的出色演出 才能够使我们的拍摄 这么顺利地完成了 不过导演 我希望我们的这个广告语 可不可以气势再大一点呢 没问题 我可以再改词重做一半 不过大致上还是以婚宴为主轴 带出喜庆吧 好 导演 我接个电话 大哥 你怎么这个时候打电话啊 是不是想我了 那个 采帆我是想问你 今天晚上去看婚纱 要不要我过去接你啊 对了 今天晚上是要看婚纱 你看我这一忙都忘了 还好有你提醒我 这是应该的嘛 怎么样 要不要我过去接你啊 你先不要来吧 因为我广告的事情还没有忙完呢 等我忙完了就马上过去好不好 好吧 我今天想带韩燕跟阿姨过去陪我挑几件衣服 他们就像我的家人一样 我希望他们能够开开心心的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当然可以了 你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 那你带他们好好挑 我这边弄完了就马上过去 好 好 采帆 那晚上见 好吧 晚上见 拜拜 阿姨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先去吃饭 然后再去试婚纱 韩燕呢 好 韩燕 快点啊 我们该跟大哥去看婚纱了 妈 我有点不舒服 你们去吧 把门开开让妈看看 不用了 我睡一会儿就没事了 快打开 让妈妈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 韩燕 要是真的不舒服的话 到医院看看吧 没事 可能是昨天晚上睡得不好 我想我在家里睡一会儿就没事了 那 那你去帮大哥把婚纱挑完以后 回来还可以睡吗 可是 韩燕 是不是我要见你了 结婚的事情没早点告诉你 你不高兴吗 不是 我跟你道歉嘛 对不起啊 现在只有你和阿姨是我的亲人 如果你生气不能够谅解我的话 我会很难过的 别生气了 跟我们去试婚纱吧 好吧好吧 去吧 导演 这次拍手我非常满意 真的太谢谢你了 后续的工作还要抓紧呢 你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抓紧的 导演 这个广告对我们公司非常重要 我知道啊 没问题的 我们能不能成功 就看这个广告了 导演 那一切就麻烦您了 好 刘夏姐你太客气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好 再见 再见 又怎么了 你耳环掉在我车上了 我们约个地方见面吧 我拿给你 真该死 我好心要把耳环还给你 你怎么骂人呢 我不是说你 我是说我自己 太粗心大意了 那是我 小题大做了 没有 你只是误会了而已 那好吧 为了表达我对你误会的歉意 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我把耳环还给你 少许多了 我们下一个月 或令人家也发现 ming your life 你怎么回事 我们下一个颜巾 对我跟你说 感谢观看